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天五間新聞 我是楊秀 新聞一開始先帶您來聚焦的最新的消息 苗栗這一位跟前男友分手的女子 跟前男友相約在汽車旅館來碰面 雙方發生了口角拉扯 而陪同女子的兩位男性友人 勸架直下竟然鬥手殴打前男友 導致猝死 我們立刻連線朱顯明 告訴大家 顯明請說 好 但你看到跟前男友已經分手的女子 跟前男友相約在汽車旅館碰面 但是最後卻演變成了拉扯衝突 最後兩名男性友人 竟然是把這一名男子打到了手部受傷 原本這名男子還可以自己走上了救護車 但是沒有想到他手部重傷之下 最後躺在床上 三個小時之後竟然是猝死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而當時只是因為女子打翻了猝筒 懷疑前男友跟其他女子有染 因此發生了爭吵的衝突 同行的兩名友人則是來勸架 他就勸著勸著突然間三名男子打成一團 而最後這名前男友人 最後竟然是因為傷重的來猝死了 因此兩名男子全部都被傳喚之後 以十萬元以及八萬元交保 來聽下警方的說法 事實上當時死者生前遭殴打了三到四分鐘左右 不斷的是被打肚子以及用竹竿猛力的殴打 速度的拳打腳踢動作凶狠 到底只是因為單權的寸架 或者是有其他的恩怨呢 否則如何要致人致死呢 同時當時傷者寒過自己的走上救護車 怎麼會三個小時之後猝死呢 這些東西呢檢警都要調查當中 主播 好謝謝你們的連線稍後完整追蹤